在你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你的对象说不定在跟其他人倾行我我 我真的没有乱说 他只能平行世界和其他人过程乱节呢 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在平行世界有另一个你的故事 即是明天 世界终结 这个故事的设定可厉害了 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日本秘密进行了物质传送的研究 虽然实验已失败告终 但其影响造成了时空扭曲 世界分裂成了两个 两个世界中各有着相对应的人物 两个人的生命是相联系的 一方死去 另一方也会死 在不知晓这个事实的情况下 两个日本经历了不同的历史 一个是逐渐忘记战争的此日本 另一个则是持续内战的日本公国 而在日本公国的世界中 阶级差别达到了极致 也因为常立内战 所以每年日本人都死了很多 在日本公国里死掉的人 在与之相对的此日本里也会一同死去 此日本的人将死掉的人归于突然死人群 他们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会有突然死这种情况 且每年突然死人数超过了十万 侠坚真是此日本里的人 在小珍小时候的某一天 她和母亲走在回家的路上讨论着晚餐时 她母亲就突然直接倒地死了 毫无征兆的 这就是突然死 小珍的父亲从小就很少回家 一直待在小珍的行为竹马 全秦丽爸爸的公司里做研究 所以在母亲死后 小珍就变得很是顾屁 朋友也一直只有小丽一个人 专业 小珍已经是高三学生了 一天中午 她帮小撞见了排桥部部长 在向小丽告白 还动手动脚的 小珍暂粗生足止 小珍和小丽在回家的路上 小珍问她为什么不接受 帅气的排桥部部长 小丽觉得她明智顾问 只回应说 差不多 该察觉到了哦 我可不能一直等你啊 两人的关系 本来就只剩下一层薄纱 而这句话便彻底地将她给掀开了 于是 周末两人开始了第一次约会 两人度过快乐的一天 傍晚小珍终于想要敞开心扉 对小丽表白时 小丽却接到爸爸的电话 他爸爸说小珍的父亲死了 虽然小珍的父亲 几少回家 总是在公司做研究 但失去父亲 同样让小珍感受到了 深深的孤独 甚至 有点埋怨父亲 那么在日本公国的父亲 又怎样了呢 日本公国里最高级别的人 是宫女 所有人都必须听命于她 围者必斩头 小珍的父母便是被斩头才死的 但宫女其实只是个 没有任何实权的提前木偶 被排在第二地位的宫亲们控制着 现任宫女秦子 与此日本立生命相联系的人 正是小丽 秦子受购了这样内政的日本 她想要解放国家 所以 她秘密地制造了李子和美子 两位智能远程人形兵器 送到此日本 但她恶人去杀 与公亲们相对了人 与此同时 小珍在日本公国里相对了人叫郑 郑也前往了此日本 在两个世界之间的移动技术 和远程人形兵器 是由郑的父母发明的 但是公国的人 为了夺取这两项技术 杀害了她的父母 她等为公国是被秦子掌控着 所以想要前往此日本 杀害与之相对的小弟 为父母报仇 郑先找到了小珍 郑后遇到美子的袭击 对于秦子来说 要杀自己的郑 自然也是敌人 正在在小珍逃走 在一栋飞机建筑里 跟小珍说明了 存在两个世界的真相 还有现况 而美子则找到了小丽 对小丽说会保护她 小丽有点担心 于是一路跟着美子 找到了飞机建筑 然而一进去 美子就被郑的人形兵器偷袭 破坏了五感连接 导致美子休眠 紧接着 这小丽要被杀死时 美子的五感主动 与小丽的五感连接 于是美子便又能战斗了 美子战斗力 强于郑的人形兵器 轻松打败了她 所以小丽就带着小珍离开了 小丽和美子的五感相连接 所以美子可以深深感受到 小丽对小珍的爱 美子也会按照小丽的想法办事 小丽就算睡着 也想要保护小珍 夜里郑找到了小珍谈话 这时的一次出现了 她要杀小珍 但被美子及时阻止了 随后美子对郑 说出了宫女亲子的目的 是解放国家 然后郑与美子他们休战 并且结成同盟 第二天 小丽提议大家一起出去玩 美子和李子虽然是机器人 但是也有味觉也能吃东西 他们开心地玩了一天 小丽不禁感叹 她将也像普通女孩一样 等到半晚 小丽和小珍谈到了结婚的话题 小丽便觉得 郑也学会和秦子走到一起 然而秦子的计划暴露了 宫亲们立马杀了秦子 与之相对的小丽 也满怀遗憾地哭泣死去 而正好赶回日本公国的 想要救秦子的李子 作为宫亲们新的体现木偶 成为了新人宫女 李子的五感和宫亲们连接后 她就只能被宫亲们支配了 小丽死了 小丽这下彻底封闭的自我 本来小丽是她世界中唯一的一道光了 和美子继承在小丽的意志 跟随着小丽 五感也与小丽连接 但是 小丽把自己封闭了起来 并没有完全接受美子 小丽他们与小丽的父亲 全重工 说明了小丽死亡的真相 群众工是搞国家科研的大老板 得知另一个地球存在后 就开始左手准备 与另一个世界的对接 而日本公国 制造了一批新的人形兵器 这群机器人没有生命 也没有思想 宫亲们打着纠正 另一个日本秩序的口号 要对此日本发起进攻 这批机器人被传送到此日本 展开了恐怖的杀戮 而且宫亲那边 掌握了此日本之边的 所有政府高层管理人员的身份 并一一地把这些相对应的人 都给杀了 此日本的政府崩溃了 炮弹对那些机器人无效 自卫队也被吸收杀进 目前能够抵抗他们的战斗力 只有小珍和郑的任性兵器的 小珍还没有战斗意识 所以郑先上了 五感空间中 小力参加的意识 突然在小珍的身边 他鼓励他不要放弃 因为他想保护的是有小珍的世界 他相信小珍能保护好这个世界 小珍的斗志被点难了 于是和郑联手 利用五感连接 控制着每次核任性兵器 很快就达到了所有的机器人 难道弄得没有想到的是 日本公共那边直接在公国外 弄了颗原子弹 导致两个世界的人都瞬间死了 三死失望 面对日本公共 拿全国人民当联制的暴行 此日本政府有向全中工求助 政府需要小珍他们的战斗力 全中工的研究所紧急 研制出了一种特殊的强械 这种枪在打中远程机器人后 会发生程序到机器人的大脑 能够强制切断五感连接 这种枪就两把 各种有一颗子弹 小珍和阵只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 全中工把小珍父亲一直以来在做的研究告诉了小珍 原来在小珍的母亲突然死后 他的父亲害怕小珍也有一天会突然离他而去 所以也已继续地在做着一项研究 他成功地找到了切断两个世界的生命连接的理论 但是还没有得到实现方法就死了 全中工用小珍父亲的研究成果 把小莉的身体给保存了起来 保证了肉体的活性 全中工希望小珍能够找出实现这个理论的方法 这是小珍第一次知道父亲的工作内容 才知道自己对他的误会太深了 也是真感到了父爱 他一直都在保护我们母子 只是没有说出来 珍之前也不理解一直在搞研究的父亲 但现在看来 父亲这种生物真的很伟大 虽然小珍和珍可以说是同一个人 但现在他俩就像青雄弟一般 小珍 梅子和珍一起回到了日本公国 珍负责引开远程机器人 而小珍和梅子找到了宫女李子 李子已经和宫亲们的五感连接 他自身的意志被删除了 李子变得很强大 梅子也拿不过他 宫亲们利用李子的力量 把整个日本公国都传送到了此日本 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珍也前来和李子对抗 他找李子发射了那个可以切断五感连接的子弹 但是被李子给挡掉了 现在唯一的筹码 就是小珍手里的那个子弹 他决定赌上生命去潜力以赴 他答应过小莉 不会放弃这个世界 于是小珍 梅子 珍和珍的连行兵器一起上了 电光火石之间通过他们四位的默契配合 小珍成功地打中了李子 宫亲们与李子的五感被切断了 本来李子连接着整个日本公国的能量 现在能量消失了 日本公国被传送回去 日本公国堆积起来的巨大城墙也倒了 李子的意识还未回来 于是梅子把他脑内记录出始化后 李子便很快地回来了 李子和梅子一起被创造 亲同姐妹 宫亲们被解决了 现在小珍也找到切断两个世界生命连接的方法 那就用梅子和李子的力量来切断 梅子和李子感谢小珍 赋予他们两整住两个世界的价值 日本公国不复存在 那个世界的人们终于迎来了和平时代 而此日本的小莉的意识苏醒了 小珍中有机会对他说出 我喜欢你 故事结束 3D制作的画风其实有点让人不太适应 但是这个设定真的非常不错 平行世界有另一个自己 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到不是第一次见 可是以存在方向展开 变成科幻战斗 然后再为一剥狗粮 我真的吃得好饱 虽然我不是导演 也没有办法做出一部这样内型的动画 可是在我看来 只有动画内容所想探到的深度没有表现好 以至于知道人不多并且评分也不是很高 如果可以做成剧集 我想效果应该会更好 因为菜感呢 以至于最后的处理显得有些生硬 就是主角关怀很强 而关于平行世界的探讨 我相信各位观众也应该看过不少类似的剧情 但社会一期四的设定还是很少很少见的 假如平行世界如果真的存在的话 那个世界的你会在干什么呢 你有想过吗 是比你国家更好 还是比你更差 我昨天讲了一部关于母亲的韩剧 今天便做了一部关于父亲的日文动画 虽然主题是我要在男主的情感线上 可是如果能够把时长加大 其实父亲和男主的关系可以讲出一个深度 至于关于平行世界的剧情要怎么去改 我承认我没有太大的想法 但就是感觉这个动画的设定真的很有意思 完全可以发展到一个神作的高度 我没有刻意去洗白 但整体上来看我倒不是特别排斥 虽然3D人物还算不错 尤其是你就真的好看 可我还是不太喜欢 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倒是可以去看一下原片 不过我不太建议你去评论网站搜索这部片的信息 因为那边的点评可能会让你失去兴趣 我不敢说今天推荐的这部动画 非常好 但是并不至于到完全看不下去的那种程度 千万不要说什么我收钱了 这么久的动画了 哪个宣传部会这么没脑子还给钱呢 只是单纯绝对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劲 最后有个问题想要问大家 如果你真的来到了平行世界中 结果你发现自己最爱最爱的人 竟然跟着别人紧紧我我 虽然这个不是你爱的那个本能 但你心里应该也会很个硬吧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我是少年 有名的有可爱的97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评论 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 对了 祝大家圣诞快乐